要抹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自在人生大學堂 我們旅遊百事通斬下眼去到單元九 今天我啤梨邀請到這位朋友來 他就是一位旅遊主持,Kevin 各位好 Hello 你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他曾經去過很多地方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深入印度與大中東 這些地方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很奢侈 其實我覺得未必 因為他不算離香港很遠 印度來說,香港也有直航機 而且也有六個地方直航去到 而中東已經很方便 例如有很多直航機去到阿拉伯半島上的大城市 再去轉換其他地方 其實也算方便 今天我們慢慢說 我們想了解一下Kevin 好 其實你是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旅行 你是因為工作需要 還是純粹自己喜歡去旅行 純粹是自己喜歡去旅行 十幾年前開始背背樓去旅行的時候 已經是愛上了 你是背背樓去旅行 一個人還是一大群朋友 畢業一起去旅行 還是怎樣 不是,是自己遊遊 然後兩個人都會遊 我想三個人的旅程已經甚少了 自己也遊,兩個人也遊 我很八卦地問 你是喜歡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還是沒辦法找不到一個伴侶去旅行 當然是自己喜歡自己去 這些是很有型的 喜歡自己去旅行的人 其實也挺自己的想法 不想被人騷擾到他旅行的路程的人 其實我會覺得 假如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其實是很能夠看到自己的性格是怎樣 因為你自己的話 你不會去依賴你身邊的人 就算你身邊的人有多熟悉你也好 你不會去依賴他 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控制 自己去處理 可能我自己的性格就是 不太喜歡被人照顧 又或者是不太喜歡照顧別人 還有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我就比較少去做任何的計劃 可能你飛進去機場的時候 然後你就開始全程自己去尋找所有東西 我覺得這種無拘無束的去背囊客 去玩法的形式 我覺得是挺好 而且很容易去認識當地的文化 那你是會去過什麼地方呢 譬如由你十幾年前到現在 我會這樣分開階段 大學的時候和之後的幾年時間 通常都是先去歐洲 我自己也是 我首先是很喜歡去歐洲 玩了幾年之後 我就很喜歡去中東 就是今次這一集的主題 就去了土耳其 約旦 還有埃及 伊朗這些地方 好棒喔 但我又想問你 你不怕嗎 你第一次一個人去這些地方 其實那個心情是怎樣 你還記得嗎 其實我第一次搭到中東的國家 就是土耳其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挺入門級的 我首先覺得他們很好客 之後去一些被認為很神秘的角度 例如伊朗的時候 其實我打算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知道伊朗是一個很好客的地方 基本上是很安全的 治安也是很好的 你本身是因為喜歡那個地方 你是了解那個地方 沒錯 而且我很喜歡中東的文化 為什麼呢 香港人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喜歡中東的文化 又或者我由開始踏足土耳其的旅程之後 入門了 之後就慢慢接觸更多中東的文化 還有想知道更多中東的人 例如伊斯蘭教的教義是怎樣 他們的崇拜 又或者他們的習慣是怎樣 然後慢慢就知道原來他們會認為 旅客是阿拉派的使者 所以他們會對你很好 這麼好的嗎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有得去中東 就是治安或者局勢好的時候 我就會到處嘗試一下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到 最重要的是去到這些地方就告訴別人 我是旅客來的 我不是當地人來的 是使者來的 這樣不錯 對 而且他們真的會很容易去到他們的家裡參觀 或者交流這樣說 我又不是太明白了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曾經試過去到別人家裡參觀或者交流 是可以怎樣做呢 譬如我現在在這裡 我準備想下個月就飛去那裡 我是上網找的 還是有些平台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只有放開你才是心胸 還有不要說這麼細膽 我只是這麼說 膽大心細 例如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去約旦 我就留在一個小鎮 小鎮叫馬達巴 是一個以馬翠克聞名的地方 我在街上逛逛的時候 打算進去一間有賣咖啡 有賣香料的店 然後在街上有車停下來 然後在車內有幾個小朋友 還有他的爸爸和媽媽在這裡 然後爸爸就落我車 然後就跟我聊天 聊天的時候就說 我先進去買咖啡 然後出來再跟他聊天 然後出來之後 他就邀請我去他的家 我剛才說的膽大心細是怎樣 例如你膽大的 面對著這些邀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好不如去吧 去的這個決定是大膽的 我覺得是大膽的 但是心細是怎樣 心細的就是 你要想想究竟 即使男生也好 你要想想安全的問題 那時候你會察覺到 你同車的一班小朋友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整個感覺是安全的 即是不會拆明拆眼 即是那些感覺 我自己會有一點點抗拒 或是會有害怕 即是會考慮到自己的安全問題 這個你這樣說 我已經覺得很刺激 你這樣的旅行 正正是我看西片 那些懸疑片很緊張的 哇你看他真的是Family Man 原來他變態 即是去到他家的時候 即是這些是很緊張 我想你是不是很嚮往這種 未知一會兒會發生什麼事的 這種刺激感 有一點點 但是我自己是有幾怕死樣 說真的 所以在不同的觀察來說 你都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和自己的觀察 即是覺得他們是好人的時候 那你不妨去試一下踏出這一步 別人邀請你去吃東西 或一邀請你去他們的家裡參觀 那就去吧 我想知道 那次Family Man邀請你去他家 然後去他家做什麼 其實都是聊天 他為什麼會邀請你去他家裡 即是一個地方的人 他的出發點是什麼 其實對我們有一種好奇 還有會是 我想來自西方也好 又或者是亞洲的旅客也好 他們會比較好奇 究竟你為什麼會來我這個國家 究竟我這個國家有多吸引你 這些原因會令到他們 最加上會很好客 會很想邀請他們的旅客 就去他們家裡吃東西、聊天 甚至乎我聽過不少的朋友都說 假如有婚宴的話 中東的人很喜歡邀請你去參加婚宴 這樣嗎 很有趣 你令我立刻覺得 人們放開自己的胸襟和思想 我們香港人現在越來越收得很近 什麼都害怕 就算現在不要說街上的人 連家人都害怕 同事朋友都要想 其實你想想在外國 有些人是不認識你 但都會這麼簡單 想招呼一下你 大家聊聊天 其實人真的可以很簡單 沒錯 其實我會覺得 他們對我們的文化有興趣 而我們都很應該抱著一個旅行的心態 就是旅行者的心態 就是我們都想了解當地的文化 當地的生活習慣是怎樣 甚至乎當地的住屋是怎樣 他們的居住環境是怎樣 都會有興趣有好奇 就是因為這件事 放開自己去嘗試 很多事情都想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轉個頭回來 繼續有Kevin跟我講 究竟他去旅行的時候 所遇到什麼呢 繼續回來自在人生大學堂的旅遊百事通 今天我們就講這個深入印度與大中東 在我旁邊有旅遊主持Kevin hello hello 我講印度 印度你多久之前去的 其實就是今年年頭 即是2018年1月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新鮮滾熱辣 印度 在你講之前我講一下我的感覺 印度我就馬上想咖哩 很想吃印度咖哩 印度我想到包頭 即是包著頭 印度我想到印度的女生很漂亮 也是 還有印度很多很fancy的東西 其實很多你都中了 但包不包頭這件事 其實是很看待宗教的 另外就是 那些女士美不美呢 我想普遍來說都是美的 因為始終她來年頭很標誌 是啊 我自己的第一印象 其實對印度就不是那麼好 我講的是我未踏足印度之前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個地方的印象 不是那麼好 但是都要去呢 也要講回 因為我去年10月中打後 我辭了一份長工 然後去旅行 其中 這個行為真是有型 始終你很難會有一個這麼長的假期 可以讓自己去一些長一點的旅行 你做了多久然後辭職 當然是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做了差不多五年 你介意不介意告訴我們 你做些什麼 其實我是一間IT公司裏面 做PM的 Project Manager 項目經理 那本身都很繁忙 也會是 那你突然間要辭職去旅行 是因為一些事情發生 還是你是人生根本上有這個計劃 還是太累 一半一半 我自己會覺得 我自己整個工作裡面 剛才我上一份工作 就是五年左右 其實之前再做多好幾年 十幾年的工作生涯裡面 我覺得很應該停一停 去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去年10月中打後 去了幾個長一點的旅行 其中一個旅行就是印度 而我自己就想 假如我自己在做長工的時候 要去冒險 去一個自己未必很熟悉 或者未必很喜歡 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我一定不會去選印度 因為我覺得 會不會有些事情令自己很失望 然後很擔心 我又浪費了兩個星期的假期 這樣呢 於是 兩個星期已經很奢侈 一兩天的那些 所以我會覺得 不如嘗試放開自己的偏執 去嘗試一下印度 很好 你這件事是很有啟發性 也可能推了很多聽眾 包括我去一個邊緣 在鼓勵我們做這些事情 突然間做一些令到自己 原來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幻想 很多一些 unknown 人生又好像灑著很多火 沒錯 還有有時候你會想自己有很多偏見 因為說真的 做了三十幾年人 對吧 那你要有很多 你聽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例如第一 可能剛才我提到 中東對中東的文化 伊斯蘭文化 有些人可能覺得 我經常聽到一些恐怖襲擊 好像很害怕 另外就是印度 我自己身邊都有很多喜歡去旅行的朋友 他們都跟我說印度是危險的 治安不好的 對 但是我自己就想嘗試 放開自己這種偏見 好了 儘管去了印度 你去了印度什麼地方 都很大的 沒錯 印度是一個地大脈搏的地方 例如宗教文化建築都好 都是五花百門多姿多彩 我自己就沒有去到 例如印度第一 會想到太基陵 行河這些地方 我自己就沒有去這些大景點 大的一些旅遊的城市 我就去了西邊的一個邦 邦即是省 就叫做古吉拉特邦 這個地方有什麼東西看呢 最有名的就是階梯井 階梯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可以先買個關子 但是我想說 我去的地方是比較少旅行去的 聽也沒有聽過 對不起 其實這個地方是一個很乾旱的地方 但是當它有一些洪水發生的時候 其實它的水利設施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它在這個省份裏面 它就建築了很多階梯井在這裏 所以有一些階梯井就會建得很漂亮 很宏偉 除此之外 是井來的 井來的 水要來將來用作儲備 沒錯 另外在這個省份裏面 因為它很乾 所以也有很多的沙漠 在沙漠上面也有一些標寶 城寶 寶櫚可以參觀 而這個邦最大的城市 叫做阿米特巴德 其實它是去年2017年 剛剛進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裏面的 一個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的名列 其實整個印度裏面 是整個城市 古城區 是進入了這個名列裏面 我所說的例如 夢碑 孟馬那些地方都沒有 反而是這個 好像是名不經傳的城市 就進入了這個名列裏面 我想問這個城市 如果要形容簡單給我們 即是香港人 沒什麼離開亞洲的人 你可以形容大概是 城市的發展 經濟 是大概什麼程度 講回城市規模來講 其實它是印度第六大城市 即是說它不是一個落後的地方 在它的古城裏面 就是樓宇 那間競爭物大概是五六層樓那麼高 想像到不是很落後的 亦都是很欺來仰望 你走出街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感受到的就是 很吵 那些車子不斷地響安 中山那樣 以前的中山 佛山那些 以前的中山 現在都很多了 中山的山 以前的時候真的五六層樓高 很吵 那些車子廢氣都多 你說廢氣這一樣東西 其實這個地方 因為工商業都很發達 所以變了它的空氣都很差 我留在這個地方都一段多長的時間 我一直都好像一種雙風不清的感覺 每逢是一個多小時 我的鼻子已經塞滿了 憤泌物 要伸鼻態 我一直以為自己可能雙風不清 正在病 但是發覺我一離開了這個城市 就已經好很多 已經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說的是 它的空氣污染問題是嚴重的 所以整個感覺是繁華的 那多不多給遊客的東西呢 有時候有些城市 你發覺它是沒有安排一些設施 是給遊客的 就是他們自己的居民生活 這個地方 它並不是一個旅遊城市 雖然它有不少的歷史建築 有一個例子我想說 就是我去到當地的時候 我很想去找當地一些明信片 寫明信片都會做 或者寄回香港 但是我找不到一張 當地的風景照 的明信片 我明白 有些地方 它真的不是想著 有任何賣點給遊客的時候 他們只不過自己 裡面的人 有自己的經濟 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那真的不會有任何明信片 是啊 我有點失望 為什麼裡面的 例如古城也好 一些階梯井也好 這麼大的景點 甚至乎已經列入了 什麼世界文化遺產裡面 為什麼都沒有一些 正正蕩蕩蕩蕩的明信片呢 到最後我是做了一些很搞笑的事情 我是去了一間大的書局 裡面就買了一盒 一些印度風景 我說印度風景 可能是太基陵 行河那些照片 然後自己就在沿途拿了一些旅遊單張 然後自己去剪 連一些風景照片 當地風景照片 上去Postcard上面 然後就寄給一些朋友 這是DIY 很明白 等於如果我們幻想一下 我們是大陸的潮州 或者汕頭 即是沒有什麼明信片給你的 你在那個地方 可能它有它的生活模式 但是你要形容給你的朋友 可能你寄一些卡給我們 我們感受不到 我想真的要像你這樣親身去 這些東西就真的要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自己的親身去感受 沒錯 我自己在剛開始的時候說到 印象其實對印度一向都不太好 但是當我一飛到機場的時候 第一件我遇到的事情 就已經把我的印象 可以說是180度扭轉了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去到機場 其實我是早上五點多鐘著陸 即是抵達當地 然後當然第一件事就是要搶錢 我沒有任何印度的盧比貨幣 我就跟那個貨幣交易 即是兌換店的店 聊聊天 然後他們都挺好客 挺友善的 然後他跟我說 不如這樣吧 因為我自己走路上 沒有印度的錢 只有美金 還有100元的美金 我打算跟他唱 但是我跟他說 我又不想搶100元那麼多 可不可以搶50元呢 他就說可以可以 你出到市區的時候 才再找一些比較好的 對付率 的金融交易去搶錢 然後我搶完50元之後 我就離開了機場 打算出去截的士 或者找其他交通工具出市區 那一會兒 有一個正在交通店裡的人 正在進入我 然後追出來了 先生先生 你留了一些東西 那我留了什麼呢 原來我忘了找錢 我忘了找50元 那50元 是啊 很好啊 你要想想 平時你聽到的故事 就是去印度 很多人騙你錢 但是這次我這個經驗 是一到機場唱錢 就遇到一個這麼好的人 他簡直是 可以說救了你 50元美金的時候 可能是在當地 也算多的金額 那真的 有時候我們去旅行 都會因為我們經歷 對那個地方的分數 可能加分 減分 遭遇 每個人都真的可以很不同 那不行了 我們要休息 一會兒回來 繼續有我Calvin 繼續跟我們講講 我們今天無論是中東也好 印度也好 遇到什麼奇遇 自在人生大學堂 旅遊伯士通 我們今天就講 深入印度與大中東 暫限去到第三部分 在我旁邊 繼續有旅遊的主持 就是Calvin Hello Hello 剛才你講了印度 雖然我們今天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很濃縮 因為你去了很多地方 我們馬上去別的地方 你還去過中東哪些地方 我去過土耳其 我真的很喜歡土耳其 我去過埃及 也去過約旦和伊朗 約旦和伊朗 我也想知道更多 其實伊朗我見到近年 近兩三年是很多人去的 我自己就是五年前去的地方 給我的感覺 當時我已經知道伊朗是一個 民風純樸 以及很浩客的一個國度 所以對我這麼怕死的人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挺不錯 也挺好去探索的地方 很矛盾 即是一個很大膽死 一個人去旅行的男生 但經常說自己怕死 這件事很矛盾 是覺得你大膽怕死 怕死就不會一個人去旅行 但其實一個人去旅行 其實是可以很安全的 最重要是你自己小心行事 而且有時候也挺好運 就是暫時都未遇到一些 可能被人打荷包 被人打劫等 這些類型治安問題的事件 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你也很幸運 伊朗呢 伊朗一聽過名字 我就想起槍 因為我看新聞 就是伊朗不知道 拿著機關槍 我覺得會實在太片面了 太片面了 其實伊朗是怎樣的 伊朗 有人經常說是怎樣神秘的國度 我覺得已經是完全不神秘 尤其是我相信在近年 由中國所帶出來的一帶一路 這個概念來講 已經是很多很多香港 又或者是內地的旅客 已經去過伊朗這個地方 亦都不少有人去探索過 去感受過他們有多熱情的民風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自己跟自己講一句話 就是我自己是一個人去的 雖然我時間真的不長 但是假如有任何的當地人 去接近我 想跟我聊天的話 我是完全給他時間 你跟我聊天 你跟我講話 我會跟你聊天 講甚麼文 他們是講波斯文 你怎樣聊天 其實他們的英語水平都不算太差 特別是女士 但你去旅行主要是用英語來聊 沒錯 你不認識其他國家院 不認識 即是大家要很有心溝通 用彈一些他有名的英文 或者他的能力 如果英文程度好 或者很多英文程度普通 大家要感覺 身體語言也可以 用單字也可以 他們怎樣 有沒有人聊你聊天 很多很多 很帥 你這麼說話 我會覺得 無論男女也好 去伊朗 我覺得要放開自己的心態 當然女生也要小心 尤其是單身女生去伊朗 因為我也遇過不少 單身女士去伊朗 和單身男士去伊朗的分別 例如單身女生去伊朗 假如你自己 你不適當保護自己的話 你隨時就會有少少 可能被人騷擾的一種感覺 是這樣的 但是這種騷擾在男士上發生的話 可能他們是一種熱情 即是他們的文化是 我騷擾你 例如我摸一下你 它是熱情的 你可以這樣說 甚至在言語上 是這樣的 沒錯 那些女士 被人這樣熱情 她是覺得 你真是尊重我 還是他們都覺得不舒服 這件事真的要看當事人 那種心態是怎樣 有一些人是很抗拒的 於是對伊朗的男人 有一種不太喜歡 不太舒服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出去玩的事 出去旅行的時候 應該是嘗試理解當地人的心態 我覺得是 當然我也不排除 有不少伊朗的男人 對於外地來的女士 都會有一種好奇和幻想 但是始終 危險 一個女士 我覺得要小心 但是我自己作為單身的男士 去伊朗的話 所遇到的故事都蠻有趣的 有驗譽 驗譽這件事我都可以說 有的 但是是一個阿伯 一個阿伯 一個阿伯 對我的一種驗譽 正啊 有些奇語 其實我也想說 在伊朗遇到的一些男女的關係 首先以這個作為一個開場故事線 有一天我在其中一個很大的城市 叫做伊斯法漢 在其中一間很古舊的青森寺 在外面 我自己一個人拿著相機拍照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大概五十多歲的阿伯 已經看了我很久 然後他走過來跟我開始聊天 然後慢慢在言語之間 在嘗嘗我 例如在問我有沒有女朋友 有沒有結婚 然後跟他說我沒有結婚 然後他又問 那為什麼不結婚 你是喜歡boy 即是你喜歡男生 他也直接說 對 you love boy 然後他是說 you j 然後我問 什麼you j 原來他的j字和g字 是差不多發音 他就問我 你是不是同性戀者 你是不是g 即是很直接問我 那也挺直接 然後我沒有直接說是或不是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這麼強調 是不是gay或者不g 其實都是愛 其實我只是很想試探究竟他下一步會做些什麼 然後呢 然後他就 可能他已經被我覺得 嗯 這個 中目 對 然後我就說 我認為是一種 都是愛的表現 沒有分是男女 沒有分性別 於是 相愛吧 對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他 然後繼續走進去 廟裡繼續參觀 誰知道這個叔叔伯伯一直跟著我 然後就說 類似是想問我 you kiss 即是那些 多一些動作 開始是 例如是用手摸你肩膀 手臂 然後就說 想進一步的 例如是 身體動作 例如是想親 然後我就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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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然後 然後他就慢慢就好像想 有進一步的行動時候 我就走快點 然後就離開了這個地方 這個真是很特別的奇遇 都很熱情的 我覺得這個年代都 沒什麼所謂 其實世界大了 你看到都應該很多不同的包容 不過最重要就是 大家溝通得好 沒錯 亦都是這樣說 都要補給自己 因爲始終 伊斯蘭國家裏面 同性戀是一個很大的罪行 是嗎 他們是一種先的罪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人是很大膽的 絕對是 如果你這樣說 這個背景 他是少有的 沒錯 其實很多伊斯蘭教 遇到的男人 都好 其實他對於性戀方面 都很抑壓 所以有一些同性戀者 對於一些遊客 可能會這麼進取 其一 另外可能對異性的 對女性的 都同樣是很進取的 所以會變相 很多旅遊客 去到當地旅行的時候 都會覺得 有一些在言語上的性騷擾 有時候可能是越嚴謹的地方 那些人就越想 向那個方向發展 所以大家想一想 自己教兒子 有沒有太嚴謹 我也想說一下女性方面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當地的女性一定是很保守的 我自己也不敢說 跟當地女性 有這麼親近的舉動 如何是親近的舉動呢 例如是跟我們平排走 因為我去到德克蘭的時候 我在當地認識了一個 當地的女士 她就帶我去乘車 帶我去參觀一些景點 我記得有一次她帶我去火車站 因為那一晚我要乘火車離開德克蘭 然後我們是同一輛的士 首先我覺得 咦死了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 一男一女獨處一的士 那我已經是有點避忌 然後到達火車站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人的地方 然後正常來說 我會覺得 不應該是一男一女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裡面 走得這麼近 因為我跟她真的走得很近 我自己也有所避忌 那是不是應該要避忌 你處理得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是有這種戒心 要這種戒心 如果不是很容易 對方會誤會 或者是你過了他們的底線 沒錯 甚至乎 有時候你會覺得 可能會害了當地的人 可能有一種 其他當地的男人 看到這個女士 這麼進取 其實可能對這個女士 也是一個不好的印象 但是我相信 因為她當我是一個遊客 她也會很支持我 很幫助我 例如幫我買票 幫我找一些交通 這樣也很友善 我覺得這件事 不會像是這麼尷尬 我覺得去旅行 如果像Kelvin那樣 所表達我們聽到的事情 都是一些生活上 大家兩個人的溝通 我又開始理解到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 發掘這麼多不同的城市去旅行 因為當中有很多東西 都要親身感受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的旅遊主持 Kelvin和我啤梨 一起跟大家說說 今天的主題 深入印度與大中東 嘟嘟 嘟 真是太多話了 Kelvin 剩下土耳其還沒說 我們快點說土耳其 好 土耳其 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在第一節的時候 有說過 它是我第一個踏足中東的地方 然後在這十幾年裡 我去了土耳其三次 可想而知 其實土耳其在我心目中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三次 在我去年的一個年尾 的一個旅程裡 我去了格洛吉瓦 然後六路過境 入土耳其 去了一個 人家會 一些外界會 覺得是一個 一些動盪的地方 有一點點 可能治安方面 有一點點憂慮的地方 就是土耳其東部 在土耳其和格洛吉瓦接壤的部分 其實就是土耳其的東部 而我就是在土耳其那邊東部入境 然後就去了 它首先 東部第一大城市 Ashram 其實我想說 就是整段的旅程 由我在Ashram這個地方 經過Diabakush 再到Martin這個地方 這一段時間裡 其實在我旅程裡 佔了一個不長的日數 只是四天 但是在這四天裡 我是遇到很多很驚奇的事情 說來聽聽 很令人覺得 哇 那些人實在太好太好了 完全是不會覺得 有一刻 請你吃雪糕 請我吃雪糕 請我喝東西 吃東西 其實已經是 算少了 什麼呢 首先 我入境的時候 其實去了一個 不是那麼多人的關口 沒有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接駁去一些大的村莊 城市 於是我第一時間 就是要乘順風車 因為很幸運 我就跟一個土耳其的旅客 一起過境 然後這位土耳其的人 他就很好地幫我 一起找到一架 一架順風車 就很順利地去到一個 大一點的城市 很普遍地找順風車 在他們的地方 我相信都順利 但是那個地方 那個關口實在太沒有人了 所以我們都要等了一段時間 我們遇到的那一位司機 是一個悔爾德族的一位司機 是開火火車的 其實悔爾德族這個民族 我會覺得是 在很多的媒體和新聞裡面 都好像說到很多 跟一些襲擊有關 因為他們一直是想獨立 他們是在土耳其東部 敘利亞北部 以及那個地區裡面 是一個民族 但是他們一直都是 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土 所以變成了 大概是這半世紀以來 都有很多的時間 就是可能在爭取一個 獨立的地位 多不多軍人在這個街上 我慢慢就會說 有軍人的一些故事 我乘搭了這個悔爾德族的司機 的一個貨車 去了一個比較大的城鎮之後 我覺得很順利 然後去了 剛才我說的 第一大城市阿斯蘭之後 然後已經覺得 大城市 其實就是一個 算是很多歷史建築的一個地方 完成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自己就在想 在土耳其東部 有一個城市 我一直很嚮往 很想去 好幾年前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一個山城 整個山頭都是一些 很阿拉伯風味的建築 土黃色的 整個山都是 這個地方就叫Marden 就是在土耳其的東南部 和敘利亞接壤的一個地方 現在聽到敘利亞的話 一定是有 這個 手榴打 和治安會有一個 這樣的考量因素 我一直在想 究竟下不下去好 到最後的時候 既然都來到這裡 我和當地的人都談過 他說現在都很安全 但是我會經過一個城市 叫做Diapakut 這個地方 有可能在戰安方面 有少少的考量因素 於是我就很老套說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態 買了一張長途巴士的飛 就由Azurum 就下去Diapakut 在東南邊一個最大的城市 下去之後 整個畫面就是夜晚黑 然後有微雨 我自己揹著背落 整個感覺就是好像很緊張的感覺 還有由東部到東南部 其實已經有很多軍人的哨站 剛才提到一些有沒有見到軍人 是有的 還有會想在長途巴士上 檢查一些我們的護照 我們的護照 我們的身份證 感覺上好像有少少緊張 但是我會覺得很多一些 為了安全計的地方 其實有多少少軍人或警察 去做這些部署 其實是一個挺好的 有少少可能放心一點的舉動 反而你還覺得是安心的 有軍人 你自己一定不會拆 你看旁邊會不會有拆 兩體 他們知道有這個考量 會派出這些舉措 有這些安排的事 我覺得對於旅客來說 都是一個安心的舉動 軍人是友善的嗎 有善的 然後晚上去到Diabekic 這個地方 長途巴士自然就停在長途巴士站 而通常這些長途巴士站 都不會是市中心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 其實也不說認識 只不過在我車上 坐在對面的一個男生 交換了一個眼神 那個眼神就是我看到 巴士入省之後 就看到很繁華的感覺 那個眼神就是 嘩大城市 一種很開心的 他也開心 你也知道 很驚訝的感覺 他也開心 他跟你應該是第一次去這個地方 他是住在那邊 然後下車站的時候 他就很主動地問我去哪裡 雖然我們兩個英文 很難溝通到 明白 但是我給了一些照片看 就是我會想去哪裡 其實我就是來自哪裡 然後他就很好地帶了我去一個附近的巴士站 那個巴士站就是去市中心的 其實也要走一段路 而那段路真的是帶著我 例如我們要穿過一個六線行車的高速公路 然後在高速公路的路邊 就有一些裝甲車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軍人 其實我不是軍人 總之就是穿了一些蒙了臉的一個人 然後開槍 而那位帶我去的那個朋友 他就是跟那個軍人的物體 打了眼神的樣子打招呼 然後就好像是我的朋友 我帶他去巴士站 然後陪我一起等巴士 巴士到了 推了我上車 然後跟我付錢 然後我們就好像電影的橋段那些 畫面就好像不要啊 不用付錢 然後就拋了我上車 之後就說再見 謝謝 我只有一種很感恩很感觸的感覺 很激動的感覺 很感謝你 我覺得今天跟你談 應該有時間談 因為你的旅行經歷是講不完的 而你說得很好就是 你說的所有東西 不是跟我說有什麼旅遊景點 有什麼東西吃、買、玩 而是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我覺得其實我們香港人旅行 應該要尋找人最基本的東西 不過今天時間夠 我真的要感謝Kevin跟我們說 今天這個題目 就是這個深入印度與大中東 有機會的話 我要再一次跟你有時間談 謝謝拜拜 好嗎